经典设计奖今年首度走出台湾向全球华人设计界征舰 一共有21件获得年度最佳设计奖 其中由建筑师陈润县跨刀的飞机客舱 以宋代美学作为设计主轴 商务舱甚至有书架造型营造出停台水泄的意境 评审说机舱的设计有很严苛的防火等等安全规定 能有这样杰出的表现代表台湾设计起飞 另外还有很多得奖作品都看得见设计的巧思 走进机舱 拭目皮纹路装饰的客舱映入眼帘 可以看见山水化风情 这是陈瑞县提航空公司打造的全新机舱 宋代美学是我们中华文化的最高极致的一个时期 它是比较简约而且抽象的 所以它的包容度非常的宽广 那我觉得我们在华航的机舱里面 有的时候会放入原住民的文化 或放入的客家文化 或其他各式各样的文化的时候 那我觉得宋代美学事实上是有最大的一个包容力 现在整个Sky Lounge被搬至松烟展览 民众可以欣赏到机舱的设计巧思 陈瑞县说飞机是国土的延伸 为了能在严格的飞航安全管制下选择合适的布料 陈瑞县甚至四天内飞了三个城市 只为达成它设定的美学标准 我想在飞机上的每一件事情都是非常困难的 你在地面上你有千万种东西可以选 可是你到飞机上因为种种的限制 你的选择就非常的少 所以为了要找理想中的一个部 我想我就找了很多很多的地方 可是因为行程的关系 我在爱兰就待了四个小时 那我看完了布以后我就马上就走了 那是我第一次去爱兰 那我想大概也不会再去了吧 而香港的作品《不完美计划》 是一项觉醒运动 推出有瑕疵的杯子 用废弃报纸卷成的铅笔等等 提醒大家不要盲目追求完美 而马来西亚的Cutout设计杂志 以色彩缤纷的封面为卖点 邀请许多知名艺术家以及设计师 参与封面创作 培养许多新锐设计师 提升马来西亚的创作水准 另一件最佳年度设计作品 Espresso黑色高画款都会单车 仔细观察了人们在城市中与单车的互动 将巧思放进了购物栏 钢丝锁的设计 兼具实用与质感 然后还有这个灵感 是我们调得很久的 三亿人的 其实我们从古老的单车上面 得到很多灵感 就是大概30年前的那种 旧式的单车 因为其实30年前 单车还是交通工具 我们今天只是想 把重新设计一个 从交通工具的角度 来重新定义这台单车 所以其实很多元素 我们是截取了古老的元素进来 今年设计奖让我们在作品中看见 与生活息息相关的设计巧思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